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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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 早晨是罗文哲 早晨是黄奈国 欢迎收看星期日九香港早晨 先和大家看看今天的天气 提提大家寒冷天气警告 和红色仿装危险警告生效 预测天晴及非常干燥 早晚寒冷 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16度 吹华缓战清景北至东北风 至于农历新年的天气 展望年初一天情同非常干燥 朝早仍然寒冷 本周中期气温会逐步上升 渐转潮湿有毛 接下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台湾高雄的6.4级地震 至少17人死亡 近500人受伤 当局在重灾区台南通宵旧人 铜锣湾凌晨有个营花牌 怀疑在强烈季后封信号生效期间 被强风吹淋 跌下来压着警车 发甲第二位的摩纳哥 主场击败尼斯 详细的新闻内容 台湾高雄6.4级地震 增至至少17人死 400多人受伤 480多人受伤 超过130人未能够随得联络 台南多众的建筑物都倒下了 救援工作进展成如何 救援人员受通宵搜救 救出多的人 当局有探测到 仍然有29人有生命迹在 正全力搜救 地震重仓台南 在伤亡最严重的围观大楼 救援人员通宵在瓦力堆中搜索 继续找到生还者 凌晨大约1点半救出一个18岁男子 他当时身处大楼9楼位置 被困22小时 获救时向救援人员动手指 自以自己清醒 令在场救援人员非常振奋 不过在大约10分钟前救出 被困同一栋大楼的另一个35岁男人 就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而在接近凌晨 一个被困近20个小时的7岁男童也获救 他获救时眼神迷茫 随即送院救治 由于担心有人卡在瓦力堆中 当局未有出动大型机械直接挖掘 而是在瓦力堆上转开石屎杂物 但亦因为这样令现场出现大量烟尘 部分位置更加冒出浓烟 不排除大楼内有火头 增加守教难度 有救援人员挖掘期间 不小心挖破气体管 冒出火光 一度要停止挖掘 紧急疏散 对于有报道说 在地震中整栋倒塌的16层高围棺大楼 在99年的921地震之后 已经被列为危楼 质疑政府没有处理 台南市长賴清德凌晨 再到灾场了解救援进到时 重新围棺大楼没有被查布为921危楼 并承诺会协助灾民追究责任 台南市政府已经委托给祭司公会 三个公正单位进行审查 保全证据 未来如果有需要法律诉讼的话 台南市政府会站在市民这一边 这场6.4级强烈地震 星期六凌晨大约4点发生 震源深度只有16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波及高雄加二等多个院士 台南灾情最严重 母线电视记者封印明报道 台南围棺大楼整栋倒塌 外界质疑事件涉及豆腐渣工程 当地展开调查 又为灾民善后 李卓謙在台湾报道 台南夜晚气温跌到10度 有住在围棺大楼附近的居民 来为被困的人打气 又煮姜茶为炉救灾人员 想说就尽一份心力 很庆幸地震的时候 全家都在一起 就是因为有地震就不能好好过 多个治愿团体也来送暖 淋了的大楼扭龄21年 经历过99年的921大地震 但是在今次的地震不堪一击 有专家就怀疑大楼的设计有问题 变成俗称的软脚蝦建筑 在建筑物料发挥抗震功能之前 已经淋了下来 有专家说不少钢筋整条外路 显示钢筋的数量可能不够 施工也可能违规 也有工程师质疑结构有问题 枯筋就是这个枯筋 正常的话应该是像 挂在上面那个柱子 火泥土是要包括这个枯筋里面 那这个枯筋都爆开了 火泥土都碎掉了 所以它就没有承载力 结构里面还见到大量发泡胶 和装饰用油的罐 外界怀疑成建箱偷工减料 有建筑专家就说 早年建的建筑物 会用钢筋混凝土 做承托重力的结构用处 再在外面加上装饰用料 例如食用油罐 令到支柱看起来操壮些 这样做并不是违法 而十几年前开始 会用发泡胶取代 大楼90年代落成之后 承建箱和工程公司 已经分别倒闭和解散 受影响的住户要追踏船室有困难 今次地震的震央 位于高雄美农山区 但是台南的灾情就较严重 专家说是因为位处的嘉南平原 地质较松远 地震波会放大两到三倍 预计余震会持续一到两个月 强度和密度不会太大 台湾近年最严重的921大地震 强度达7.3级 震央在中部南投 加上是浅层地震 广泛地区受到破坏 超过2000人死亡 其中台北的东升大楼倒塌 87人死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在台湾报道 债卡病毒疫情在美洲迅速扩散